郭嘉倫 郭嘉倫昨天11日清晨約6點 被警方國安處拘捕 被指涉嫌觸犯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 扣留在葵聰警署內接受調查 郭嘉倫在昨晚獲准保釋 大約11點半步出葵聰警署 面對在場守候的記者 他雙手合拾 未有回應提問 只是表示 抱歉今天不方便說太多 多謝大家關心 其後離開 消息指 郭嘉倫這次被捕 與他之前在《立場新聞》發表的幾篇薄客文章有關 《立場新聞》多名時任或前高層 在去年底被國安處以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拘捕 據悉立場新聞被紙刊登的據煽動性文章 包括歐加倫贊社的博客 香港記者協會昨天在Facebook發表聲明 表示對事件深切關注 憂慮事件將進一步損害本港新聞自由 記協促請警方盡快交代案情 並要求政府保障《基本法》下 香港市民享有的新聞及言論自由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今早在Twitter發文表示 新聞工作並非罪行 認為歐加倫和其他 因為行使《基本自由》而被籌的人士應獲自由 要求港府釋放他們 普萊斯又指 香港作為一個自由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取決於資訊和意見的自由流通 指定制的法律 教育者 職員 作為人家作為止 代言論自由 資訊例如 植物深入 原本 是 小個 視職